2021年在金融領域 有一件備受瞩目的大事 那就是北京證券交易所成功開市 北交所定位於 服務創新型中小企業 它的設立不僅增加了 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 也對我國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 有重要意義 11月15號 北交所成功開市 首批上市的81家公司 累計募資178.64億元 平均每家公司募資2.2億元 山東日照的萬通液壓 就是北交所首批上市的企業之一 這家液壓產品的生產企業 負責人告訴記者 在北交所上市融資 讓企業實現了跨越式發展 對於以前的萬通液壓來講 企業的資金來源 只有自由資金和銀行貸款 現在的企業成功地在北交所上市 最大程度上載著了 燈銷企業融資難 融資出道單一的溫期 王萬法介紹 本次企業上市融資的資金 一方面用於建設高端生產線 實現產品升級 一方面用於建設研發中心 提升公司的研發能力 在陝西西安一家生產 涉頻連接器的富士達科技公司 公司負責人伍向文告訴記者 2020年7月 公司成功掛牌新三板精選層 通過公開發行股票 募集資金2個多億 大大緩解了 開工新產業基地 帶來的資金壓力 這次登陸北交所 將會為企業發展 帶來新的契機 公司希望以北交所為平台 進一步拓寬企業融資渠道 業內人士表示 北交所設立後 在資金募集 併購重組 和交易估值等基礎功能方面 將更好滿足 創新型中小企業需要 助力中小企業更好更快發展 北交所它的定位 它是區別以我們現有主板市場 它更加突出的更早 更小 更新 北交所的建立 我們也希望使中小企業 尤其是那些具有創新力的中小企業 能夠插上資本的翅膀 能夠實現資本和科技的雙輪驅動 能夠促進國家的創新性發展